好 最新讯息提供给您 右舰中国大陆的偷渡客 试图闯入我方的海岸 有一名大陆籍31岁的王姓男子 他自称从中国大陆的浙江省宁坡市 这个搭乘了小艇自滑向台湾 在今天清晨6点30分左右 在距离岸边100多公尺之外 疑似体力不支 他是自行打电话报案 消防局获报之后通知了海巡人员 共同前往了后坑西出海口 将人救起来了 并发现这个王姓男子 当时已经有严重的脱水迹象 经过救护人员评估之后 是协助他送医治疗 那么海巡署指出了 这名男子他偷渡的橡皮艇 船长有3.6公尺 雷达航机回放图 都没有发现他的不明航机 那初步了解呢 这名王姓男子来台湾的墓壁 疑似呢 他在中国大陆有负载的情况 想到台湾来重新生活 目前这个全案还在侦办当中 好那这个图片也曝光了 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这个立将军 您看看这名他31岁男子嘛 他自称从大陆浙江 这个宁波市搭乘小艇 好就是画面当中 你看到的这艘小艇 他滑向台湾 在今天早上清晨6点30分左右 在距离岸边100多公尺之外 疑似是体力不支 他自行打电话来报案 那这个消防局获报之后是 汇同了这个海巡人员 在这个坑溪出海口将人救起来 被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是严重的脱水迹象 目前是送医的 那他这个小艇呢曝光了 就是画面上这一艘船长有3.6公尺 比较奇怪的是啊 这个海巡人员说 这个雷达航机回放 都没有发现这个小艇的一个踪击 还有航机 我们持续来请教这个丽将军 丽将军你怎么看呢 现在又有这大陆偷渡客 好但是比较奇怪的是 这个雷达航机图 据说第一时间没有发现 第一我很怀疑这件事情 如果从浙江宁波到这边有多远 怎么可能划个小艇过来 那要如果说是以小艇 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东北季风了 可能随着潮流 我们讲这个海洋上面 清朝跟黑朝来讲的话 确实潮流来讲 有可能有北向南流 可是问题是说 你就算是用漂流方式 也可能要两三天以上吧 不可能说是一个晚上就漂到 所以你一个人在海上 你如果说是没有定位来讲的话 你会漂到哪里去 这很难讲的 那你怎么可能就这么准确的 这个漂过来 这第一个我怀疑的 觉得说这个时间 这个距离来讲的话 有没有可能在海上漂流那么久 不可能用滑的 你有多少体力能够滑 这第一个 你这个洋流来讲 你不可能克服得了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刚刚我查了一下 这个坑溪口 其实在林口海滩 林口海滩其实对我们来讲 非常敏感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红色海滩 适合正规登陆的海滩 那这个当然解放军有没有可能 用这种苦肉计 故意用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试探我们林口海滩的登陆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每次来讲 台湾战北演习 红色海滩第一个想到就是林口 林口只要从那边一上来 上面就是林口台地 可以砍制整个台北市 那左边来讲的话 就是面临了这个桃源机场 可以实施空降作战 那会不会为他们这种特种作战 就是渗透作战 做掀起的这种 这个侦查工作 那这东西我们必须 以一个这种国家安全的角度立场 必须要重研来思考 有没有这种可能 因为第三个我觉得 比较有可能的方法 它会不会有船 把它拖到什么地方以后 然后揽绳再切掉 让它漂流过来 之所以说是雷达回波 侦测不到 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是海巡署要打屁股 因为合理来讲的话 我知道我们海巡的 这种雷达来讲的话 征收距离在这种先进的雷达 不是先进也不要先进 就是岸边征收雷达是抓什么 抓走私的 那最容易用的走私方是什么 是竹牌 你像那种竹牌 它都可以看得到 那你这个橡皮顶 怎么会看不到 确实是 对 竹牌的高度跟这个橡皮顶 大概是差不多 是不是这个海巡人员 就跟上次淡水河口进来 那个一样 这个因为疏忽了 或者是说叛徒错误 认为说那个只是一个波浪的 这种反射折波 没有特别去注意到 说在这个地方 因为林口那个海滩 大概在台北部来讲 是往北 最北地方是台北港 那是大港 小船不会从那边去 往南就是哪里 就是那天就是我们讲的观音 或者是永安渔港 大概那个地方 那整个林口海滩的部分 其实是没有港口的 那也是不是因为就是没有港口 所以海巡就比较疏忽 认为说这时候不会有船进来 不会有船进来 就认为说是那个波 把它认为是海浪的杂波 没有去注意到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海巡署当然也要检讨了 那如果说是连橡皮艇 你说你真的是侦测不到 那就事情更大调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没有尝试要看电视 我们现在看到电视里面 我们海龙挖兵 对不对 或者是说海豹特检队 我们经常实施胜透作战 在这个两栖登陆之前 有一个作战叫掀旗作战 什么叫掀旗作战 就是挖人挖着橡皮艇 然后到了岸边 我们看到挖人还顶着橡皮艇 在头顶上面 然后到了岸边以后 他把顶翻过来 然后把橡皮艇藏起来 然后扑扶前进 嘴里面含一把刺刀 然后头上带着挖镜 然后扑扶前进 补服 然后下一个就是摸哨 然后哨兵就把你干掉 哨兵都干掉以后 他的后面的大船就进来了 我跟你讲 这东西是非常可能的 对不对 你在海巡那几个哨子 你们这个脑袋 这个会不会有没有 有没有觉得有点凉凉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是他用这种东西 我看不到 那三星半夜他这样游泳 如果今天只上来一个人 如果上来这个20个人 一个牌 对不对 经过海报 车总座在训练部队上来 把你的所有海巡航 海巡艇第一线的所有雷达站 全部把你摸掉 然后完了以后 后面就是大船进来了 那时候我们怎么办 所以如果说海巡署讲说连橡皮银都抓不到的话 我跟你讲 那代表事情真的是很大条 当然我觉得说是他讲说大陆欠了债务 包括上次这个媒体也在 我觉得他是吹牛 就是从淡水进来那个 他说他浅渐渐的 我是抱着笑话在看 因为他可能怕被遣返 但今天的这个他很远 他从那个浙江宁波非常的 他等于是要跨越整个台湾海峡 然后过来我们这边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你看从浙江宁波出来的话 那在大臣岛以北 浙江宁波在大臣岛以北 我们从大臣岛那时候就是因为守不住 把大臣岛才 从大臣岛撤退到台湾来 那个马祖你看亮岛东影 那多远啊 那我们开轮船坐飞机都要飞一个多钟头 那你怎么可能从那边划船划得过来 所以我是怀疑说是不是有心 这个在做一个这个渗透掀旗的一个探险工作 其实我跟各位讲 像他们这种部队来讲 如果真的是有心的部队 那都经过很严格意志上的磨练 你知道我们以前的海龙蛙兵 要在什么地方状况之下 训练他的意志力吗 要躲到粪坑里面 就是真的啊 他们以前就躲到粪坑里面 就训练你那种耐臭耐脏耐恶心 要训练到这种程度 那你说如果说是他经过训练有数的军人 你说让你练习到脱水 让你来摸摸林沟海滩的一个状况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 军人的训练本来就超过你体能 异常体能的意志 来做这方面的练习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可疑 那当然他是讲说 他因为大陆欠有灾物 我觉得他讲这种话 其实更值得怀疑 那你大陆上欠有灾物你到台湾来 你认为台湾不会把你遣返吗 那那是停长 那个淡水那个 现在台湾就是要把他遣返 要把他遣返 他为了抬高自己身价 你不要遣返我 我跟你讲我是舰长 我有很多机密资料跟你们讲 就是这个样子嘛 那这个人一开始就说 他是大陆迁了灾物 要投奔到台湾来 我觉得更加可疑 我觉得后续来讲 应该都是以前返为主 但遣返之前 我们真的是要深刻检讨 大家要好好去反战阵地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晒凝露